再次来到幽明寺的凤九 还以为自己来错了地方 因为这里突然就从鬼气森森变成了魔气森森 俨然像是来到了魔宫 过了麦河桥 还未到幽明大殿 凤九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那颇为神奇的驯化 老子告诉你们 做鬼差也要有做鬼差的志气 一定要勤劣修为 否则你们就会被九重天纳群神仙看不起 来 那个判官 老子昨天教你的拳法你当着重鬼差的面再耍一遍 凤九往里面一瞧 就看到许久不见的小燕威风凛凛地站在重鬼差面前 那被点名的文文弱弱的判官正颤颤巍巍地上前 然后再颤颤巍巍地笔划了两下 小燕秀眉一瞪 你这是在打拳还是在秀花呢 判官哭丧着脸道 魔君 属下只是个判官 平时就是帮明主写写文书 您这一生盖世神功 属下真学不来啊 他只用了盖世神功这四个字 刚刚还一脸怒其不争的小燕马上面色恍惚了不少 挥了挥手 先下去 学不来也要学 要不然万一来了个恶鬼 不服你的审判 要造反怎么办 判官如萌大赦 一边点头称是一边赶紧退下了 小燕又看向牛头马面 你们这两个家伙 长得这般丑也还能在小蟹眼皮底子下当差 想爱是有些本事的 快来跟老子比划比划 牛头马面下的直接跪下来 属下不敢跟魔君比试 还请魔君饶命啊 小燕不耐烦道 怎么个个都这般没用 看来老子的任务很重啊 至少要把你们这群鬼叉培养得不比九重天那群天兵差 凤九看完一脸好笑的问东华 小燕这是在搞什么 东华轻轻哼了哼 看来是山中五老虎 猴子称大王 这谢姑愁和谢化楼大概都料到了我要来 所以赶紧溜了 便留下这些年的在这胡作非为 凤九想到了曾经比海苍林被小燕改造成魔宫的惨痛画面 暗叹这姐弟俩也真是心大 小燕终于结束了对鬼叉们的训话 然后看到了站在一旁的东华和凤九 马上喜滋滋地过来道 冰快脸 小九 你们怎么过来了 可是特意来找老子的 东华微微一笑 可不是许久不见 所以想来看看你 如今这幽冥司 竟是你在当家做主了 小燕也嘿嘿一笑 不过是小谢和他那 不成气候的弟弟说有急事要离开幽冥司一阵 所以让老子来代管一阵 你们来得正好 有没有觉得这幽冥司在老子的整治下 都脱胎晃骨了 凤九按道应该是在明老的整治下 那些鬼叉都巴布地赶紧喝一口孟婆汤去投胎吧 却听东华继续捧他的肠夸道 确实很不一样了 本经听说这幽冥司有一个阴阳盘 能看到重轨的前世今生 两位民主走之前可有把阴阳盘交给你 小燕秀眉微醋 这是小谢的贴身法器之一 自然是随身带着 东华熬了一生 也不奇怪 毕竟你现在只是代班 想来县民主也不是什么都放心交给你的 小燕马上不服道 谁说我家小谢不放心老子 老子跟你说 就一个阴阳盘有什么了不起 老子在幽冥司的轮回道上看到比阴阳盘厉害千倍的东西 别说重轨的前世今生 就算是他们祖宗十八代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东华表示不幸道 难道比本君的妙华竟还厉害 小燕哼了哼 你那破镜子有什么了不起 小谢跟老子说过 幽冥司就因为有了这个法宝 才让四海八荒无论哪族 都要对幽冥司忌惮几分 你们若是不幸 老子现在就带你们去见识见识 凤九摸了摸鼻子 看来帝京来幽冥司就是冲着小燕说的这个法宝来的 憨憨小燕 又这样中了帝京的套了 这幽冥司的轮回道便是众幽魂在饮下孟婆汤之后 去转世投胎的地方 此时黑无常已经带着白衣服和红衣女鬼过来 向小燕请示 这两个幽魂是帝京下令捉拿至幽冥司 魔君该如何处置 小燕凑过去装模作样地看了两眼 然后咳了一声道既然是冰块脸下令捉拿的 那帝也是石油不赦的 你且将它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好了 凤九看不下去了 它们是何莱利你都不晓的 你怎么轻易把它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且去轮回到看看你说的那个法宝 看它们到底是何莱利 小燕抓抓头 嘿嘿 还是小九你聪明 咱们现在就去看看 东华嘲讽酒眨了一下眼睛 凤九吐吐舌头 有时候他觉得他们夫妇俩一起联手起来忽悠小燕 他都觉得有些对不住这个败了靶子的兄弟 轮回到上烟雾缭绕 只是两边都开满了血红的慢珠沙滑 凤九看到前面有一个大转盘式的东西 还散发着悠悠的红光 东华道穿过那里 这些幽魂便可轮回转世 只是他们还能再看一眼自己在阳间 从出生到死亡发生的事情 看过后饮下孟婆汤 前程过往皆忘 便又是重新一张白纸 凤九问 帝君是想知道白衣佛过去发生的事情 东华微笑 你不是也想知道吗 黑无常带着白衣佛与红衣女鬼来到那大转盘前 他们身上突然冒出了一道红白之光 分别射向了转盘之中 然后如同东华的妙华镜一般 那转盘中的红光立刻生出了许多画面 那是上古时期 蚩尤战败 预料自己即将生死 便委托白衣佛带着他的主人找到一处远离神族的地方避世 白衣佛便带着蚩尤的族人来到了蚩尤的家乡 竹水旁的铜摆 蚩尤是人族的首领 他之所以起兵反抗 也是想使弱小的人族摆脱依附其他各族的命运 可是他最后还是败了 白衣佛感慨他的大意 便决定帮他完成心愿 可是蚩尤戴着族人争战了这么多年 他的族人早就和他一样 染上了深深的戾气 当时少晚还没有烧毁若木之门 人族可以自由通往其他各族的世界 他们一心想反抗为蚩尤报仇 但他们对于其他四族来说 力量实在过于弱小 在反抗也是以卵击时 白衣佛不得已 便将竹水变得比大海还要宽阔 想将吃油的族人永远困守在铜摆 但竹水奔腾的河水 其实都是白衣佛的内息所化 他不知在此地镇守了多少万年 身体的内息也随着时光的流逝 在一点点逝去 他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远记 那时候竹水也会随之干涸 那吃油的族人们摆脱了桎 并还会向其他四族发动战争 那他这么多年的坚持就白费了 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不能死 他得让自己的灵力变得更强大些 才能使竹水永不干涸 他去了西天犯境 恳求佛祖赐他几颗佛帘 佛祖看着他叹气 白衣 你可还记得你修佛的初心 他愣了愣 弟子未感忘 弟子要度去这人世间的所有德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地狱未空 事不成佛 佛祖悲悯地看着他 一念成佛 一念成魔 你一心想夺人 那你自己呢 他还没听明白 佛祖就消失了 自然也没有赐给他想要的佛帘 他只能重新回到铜白郡 却见竹水旁站着许多人 他今日灵气损耗太多 已经镇不住这竹水了 这铜白的人也胆子大了起来 都渐渐敢跑到竹水旁来 他走过去 却看到人群中间围着一个人 或许不能称他为人 红色的海藻般的长发 红色的鱼尾 他认得 这是南海骄人 此刻这南海骄人像鱼一样 被围在一张鱼网里 那鱼网上长满了道次 全部刺在他的身上 他因流血过多 已经奄奄一息地瘫在地上 围观的铜白百姓 没有一个对他怜悯的 还有人在那兴奋地喊 这是哪里来的鱼妖 宰了他鲍鱼汤 说不定我们就能很快 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白衣佛自然不会眼睁睁 看着这群铜白百姓 把南海骄人抓去鲍鱼汤 但经过这数十万年的相处 他早已知道 这些吃油的后人 无论经过了多少事的轮回 肚子里灌了多少孟婆汤 骨子里的力气依然还在 他若是直接劝他们向善 可能只会挨上几拳 所以他十分干净利落地 用自己剩下不多的修为 在煮水上掀起了一阵大浪 在围观的铜白百姓 为了躲避这阵大浪四处逃窜时 白衣佛早就把娇人带走了 凤九看到这里时 心里就隐隐明白 白衣佛大概这时就已经变了 他为了履行朋友吃油的一个承诺 一人在这里独守了几十万年 可是要感化保护的人 始终是一块块油颜不尽的石头 不对 他看了一眼东华 连石头都不如呢 至少东华这块石头还能开开花 刚好他的偷看被东华给发现了 他将他的手握在手心 柔声道 专心些 凤九吐吐舌头 赶紧把注意力移到那转盘中 白衣佛把娇人带到了 自己常住的一个小木屋中 他解除掉他身上的渔网 正准备去找些商药给他服下 娇人已经苏醒过来 看着他虚弱道 那是为何要救我 白衣佛拿着商药过来 出家人慈悲为怀 自然不忍看到施主落难 他把商药递给娇人 娇人吃下后却马上吐出一口心血出来 白衣佛一愣 施主竟伤得如此之重 娇人趴在床上 我是被我的族人所弃 他们废掉了我的修为 把我扔在了这竹水中 否则就凭那些凡人 又怎么能把我抓住 我知道自己的身子已经不行了 不劳烦大师再耗费精力 大师能把我救下留我一条全尸 我已十分感激 白衣佛给他诊脉 发现他的伤势果然非常严重 他叹了叹 贫僧既然遇上施主 就没有弃施主与不顾的道理 于是他开始用自己所剩不多的修为 给娇人疗伤 此时的白衣佛心中装的 还是舍身为人的大义 等娇人被他耗费大量灵气彻底救活 他自己的修为已经耗损到 只剩下一两成 这几十万年 那主水本就靠他的灵力 称着形成一条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 如今他的灵力所剩不多 主水瞬间哭了下去 同百的百姓被关在这里几十万年 发现主水要哭 已经迫不及待地拿着兵器要冲出去 这几日相处 娇人告诉了白衣佛自己的名字叫红秀 红秀也知道了白衣佛是为了救自己耗损了太多灵力 所以在白衣佛昏迷的时候 他出去了一趟 等他回来时 他给白衣佛喂了一样东西 白衣佛在吃了这个东西之后 修为瞬间恢复了五成之上 他苏醒之后却发觉自己满嘴腥味 他问红秀 施主给平僧服了什么 红秀笑了笑 不过是我南海的灵药 这海里的东西总是会腥了些 还望大师忍耐些 不管怎样 他的修为衣恢复 同白百姓出去的路又被主水拦住了 红秀说自己无家可归 自愿成为白衣佛的婢女照顾他的起居 白衣佛本来婉拒他 但只有红秀能隔一阵子 就给他找来那带着欣慰的灵药 他也必须依靠这些灵药来维持主水的威力 两人的主仆关系就这样模模糊糊的形成了 红秀被白衣佛置好之后 也化作了人形 娇人本就长的角色 一下铜摆的百姓都知道 那个让他们讨厌的 和尚屋子里来了一个非常美貌的红发少女 时不时就有灯徒子上门来 但都被红秀打了出去 这天红秀又修理了一批人 回屋之后却不见了白衣佛 他在竹水之盼找到他 看到大风把他的白色松袍吹得烈烈飞舞 将他的身形勾勒得更加萧索受削 他慢慢朝他走过去 对不住大师 今日又有几个凡人来闹事 我又把他们打了一顿 大师教我慈悲为怀 以善行去感化他人 可这群人人 红秀觉得无论如何也感化不了 却听白衣佛叹口气 或许是贫僧逆天而为 这些人或许早就不该存活在这世上了 这话把红秀都经了经 什么